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Girlsday成员Sojin宣布结婚了 10月6号Sojin的所属公司正式宣布 Sojin将和演员异动画于11月结婚 这也就是说Sojin将成为Girlsday成员中第一个结婚的成员 哇,是我认识的那个异动画,大发恭喜 男生是出演7个人的那个演员呢 恭喜你们,希望接下来只有幸福快乐的日子 希望也能听到Crusty其他成员们的好消息 再次恭喜两位的喜讯 下个消息是 Playpink前你时隔5年发表了第二首solo歌曲《约灭》 这首歌在Playpink巡回演唱会前你solo舞台公开后 就收到了粉丝们热烈的支持 但是因为没有正式发表姻缘 所以粉丝们都是在听有杂音的演唱会版本 而今天不只是正式发布了音乐 也公开了Yuanmi的Dance Performance影片 然后这个封面 年纪大一点的观众们不觉得很眼熟吗 这是Selomon的作者画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千尼约灭 韩国网友们的正式反应 歌曲太好听了 拍得真好 真的疯了 好漂亮 千尼真的太有诚意了 谢谢你 我爱你 歌曲还不错 但是这次的造型真的有点难看 Performance拍得真好 比那些YG每天都差不多的MB好多了 哦原来是Performance影片呢 这是直接说MB也可以的品质 每天只能看直播 现在能看官方影片了 真的好高兴 我个人觉得还是演唱会直拍更有感觉 舞蹈也是 造型也是 这次这个发型真的很不相配 看起来很俗气 太帅了 又梦欢又有魅力 有千尼的感觉 真的很像夜晚的妖精 难怪会跟Selomon的作者合作 真的是歌曲舞蹈Rap都很棒 所以对于千尼心情约密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最近也传出 千尼将与宇杰瑟在新综艺中合作的消息 希望千尼能继续走滑路 接下来我们来快速看一下 2013年到2023年 历代在韩国最爆红的产品 2013年Bulldog 2014年Honey Butter Cheap 2015年韩国连锁果汁店Juicy 2016年Tewan Castella 2018年Sotok Sotok 2019年Marathon 2020年Talgona Coffee 2021年Rodget Bukki 2022年Pokemon Bang 2023年汤葫芦 以前韩国学生们放学后 都是在校门口的小店吃 辣炒年糕鱼版什么的 但最近的韩国孩子们都流行吃 麻辣汤汉汤葫芦了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 大家都吃过哪些韩国爆红的产品呢 iks 채光 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